好啦 下一套就是這個沒什麼人看的龍之界典 那為什麼說沒什麼人看呢?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覺得好像很悶 那同樣道理地這套東西某程度上就真的挺悶的 我就沒看到這套東西的 但我看到人切就說真的一句就不聽到 很老噴的 那些人切是有些不知什麼年代人切 還有我不太明白那個調色那個人 不是 我簡單簡單講人切是什麼 男主角 廢男矮仔一個 女主角 羅莉 金髮 丁弓 接著他有個男主角的表姐 是不是生天木人來的? 類似那些 大姐一個 巨語長髮 接著有個傻佬博士 戴個眼鏡 傻下傻下 接著有個對頭 有條龍 因為這裡叫Dragon Crisis 一定是講龍的 那條龍是什麼呢? 那條龍就是 丁弓 即是金髮羅莉 這個 羅莎 逆造 他那些不是金髮的螢光法嗎? 隨便吧 那條色那個人是不是有青光? 青光當然沒關係 OK 沒關係 其實故事展開 或者說所講的是什麼呢? 男主角的爸爸媽媽 可以說是尋找這個世界的遺物 遺物 遺物就是有不同class level分的一些 超自物名 那類的物體 一些實體的物品 那種兵器都可以的 有些可以說 用者遺物來的 那類啦 真的像的 不是嗎? OK 那他們是不斷地去找的 那有一次就是 男主角在他小時候 有一次跟爸爸媽媽一起去玩 就是找東西 接著有一次就 目擊到那隻龍的孵化 嗯 那跟那些鳥仔差不多 剛才所說到 那隻龍呢 看到他呢 就有什麼啦 那這隻龍呢 就是紅龍來的 那這隻就是後來的Loss 紅龍? 紅火龍? 紅色的火龍在哪 OK 好 你不要膽不肯打上去 我應該要黏火龍 神經病 神經病 那這隻是紅火龍來的 因為他姐姐有一個背景的 應該管理維密的機構 這個叫Society 那他姐姐就想向Society申請組織 但是沒有member 於是就強行抓 不是姐姐是那個表姐那類 那就強行抓這個男主角過來做 那你要做我的僕人兼這個member 那這樣 那就開展 於是第一集就會見到 這個表姐呢 就去找這個 Elico 走去 chase一些遺物 就是某程度來講 可以說是強搶回來的 那結果在這個追折的環節 就是搶到手之後呢 然後在追折的環節 不小心呢 打開了一個盒 打開了一個盒 之後就見到 這個盒原來不是兵器 不是兵兵兵兵兵兵的 是女兒來的 那就是金法 但是這件事呢 什麼都不會說 只是會說我男主角的名字 就只是在那裡 那然後呢 然後呢 去到第二集就會說尼拉耶 都會吃雪條 吃雪糕 那些東西 嗯 可以引成那個叫尾 那一樣是釘功病洗腦的 絕對是一個 挺難頂的 其實 是啊 我都聽了一個朋友 真的挺難頂的 我都聽了一個朋友說 就是說 他覺得很煩 那個女主角 真的很難頂的 是 那接著就 很正常的開展 那第二集 都會是這些 開始 日常正常的開展 那接著就 隨後又會送了去研究所 那類的東西 那有個傻佬博士 突然打了出來 嗯 那接著又在那裡 怎麼說呢 就是發現新大陸 科學控的 在那裡研究 原來龍會怎樣怎樣怎樣 那接著就 正常事有 和平日子過了太久了 那我們要找一些奇怪的東西來玩一下 那又有些什麼呢 就是對頭人 對頭人就是黑龍 還有那個之前原本擁有這件 這件 維密的 就是擁有阿羅斯 那個商的那個組織 那又找到黑龍來了 原來黑龍和那個組織在一起 然後黑龍就過來搶人 你可以說搶龍 當然搶女 都可以這樣說 於是就過來搶 但是呢 都基於黑龍的特性來講 人類的武器 或者人類的防禦 對他基本上沒有什麼 於是要搶 還是可以搶到的 正常地 然後就看到我們男主角的窩囊肺的一面 就是 我想救啊 又不想救啊 我不想要他啊 我不想要他啊 那類的東西 然後後來搞一下 因為男主角應該都可以說 某程度上 那些什麼獨留兒童在家的典型例子來的 就是他經常被他老爸老母 扔掉在家裡 然後就搞到對於維密比較反感 於是覺得 阿羅斯也是那類的東西來的 於是其實熱衷方面就不大 但是阿羅斯某程度上相信 因為第一眼看到他 就認了他是他的老闆 哪方面的老闆又不要管 那於是呢 會是這個 不停的 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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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度快 不斷地說 好像你宰鬧鐘 還沒按停的按鈕 那樣 我也很明白你的感受 立即是 這樣 於是呢 然後搞了大輪 後來阿里克 即是他的表姐 跟他講 其實呢 老爸我沒有找到幾頁遺物 之後呢 就說是你的名字才能用的 然後男主角竟然發覺 原來他們搞這麼多東西 是為了他的 是為了他的 然後這把東西很神奇 不知道為什麼是對黑龍武器來的 也會很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 是啊 這麼黃道的 於是就拿著一把 很小把的 可能是棲風扇手來的 走去打這個黑龍 打魔人打上路 是啦 結果呢 黑龍在那裡有個結界 像這個界 麵包那樣的結界 開了結界 黑龍噴火 對著 那把小刀 就會把火分開 兩角 沒事 然後可以刮傷了黑龍 當然那個是人形版的黑龍 變成真的 大大隻黑龍 那把東西當然沒什麼了 那就要配這個 契約那類的物體 好像是 那把東西就不應該由龍 變成火系 那就堅強砍過去 那這隻黑龍 當然不會死 但是 你擊退了他 黑龍也會變成術性 那暫時的故事就開展到這樣 那感覺上 就偏向黃道 或者偏向無聊 或者偏向煩 加偏向丁弓病 哈哈 即是呢 只可以說一句 一個有丁弓病的鬧鐘 這個其實 絕對是 那大家 但從這個OP看到 其實還有不少女國 是未出場的 那所以其實應該會不斷的 有個麻煩 或者盟友們抓上門 那這套暫時的開展 其實都會是這種趨向 那其實圍繞著 都會是 不同的遺物爭奪戰 和LOS的爭奪戰 但是很明顯地 LOS只會跟著 男主角到處走 男主角只會拿著 那些東西 可以窩囊肺 有空來蝕兩蝕 蝕兩蝕 然後又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化解攻擊 或者作出攻擊 那樣的 但主要都會靠LOS的攻擊 我想問 我沒有看到這套東西 但我想問 戰鬥方面做得好不好 戰鬥方面 就剛才說了 就是他的手伸直 向前90度 拿著把刀 然後黑龍的火 就分開兩組 那很可惜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這套監獄是骨獸樹 骨獸樹 比較為人熟悉的作品 就是副監督 就是做這個 魔法禁書目錄 超電磁派的副監督 那他通常由他負責 那幾集的 戰鬥分鏡 動感方面做得不錯 那這部戰鬥方面做得一般 那就有點可惜 已經不可以說 有沒有分鏡而言 我覺得 一閃流 不是一閃流 那是一個大環境 那樣 大家是情況 就是 他們夠多時候那一集 跟黑龍的對峙 就是兩個人互相站在那裡 一個人就擋著把刀 分開了一些火 一個人就噴火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 站完 擋完火 然後把刀 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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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那是一個很輕鬆的 沒有內容的頹番 算不算是 沒有辦法 不知道為什麼 這部電影是輕少說改編的 原著的文庫就是 特札英斯的《Superdash》 這部文庫出的動畫 都很一般 空冠少女 是否頭暴睡好一點 即使是一些原著比較出色的 但是還有一些動畫 人氣都很一般 這部文庫都是報了後塵 看來都是 應該會出少少商品 人氣應該不會高 很難買商品 都OK難 但你要知道世界上 肯定買一定有些東西 那是 可以說是 暫時我個人算是 最不看好的一部之一 這部都是 因為真的 沒什麼看的 很悶 那也是 你看看那個傻佬博士 也挺有趣的 真的看傻佬 你覺得是 看傻佬 或者看廢藍的話 是另一個可以推介的東西 可以看傻婆 如果是VIA Rainbow Case的話 傻婆啊 我那個 聖力女神那些 都可以都可以 我意思是 那套雖然是爛 但有些少 你當它是爛片 可能還有些少 那這套是連這些東西都沒有 這套有 repeated 鬧鐘 of 丁弓 丁弓病專中 不是的 很貴的 六七千元一個 只有三個 現在有幾個 又懂得 repeat 所以值得看很多 人家給錢 真的看這套 所以我們 可以把它處理做 零星 當它是鬧鐘 拿出來賣也可以 但這個就是後話 或者說笑 那今天的動物無雙 差不多到這裡了 新年 如無意外 因為時間比較尷尬 因為這個 Wonder Festival 接下來的是 2月6號 準備時間 或者是資料量 未必資格 新年期間 就可能說 每日一集 或者是分拆 去上 這個就是 新年特別版的 新年禮牌都會有的 這些東西 如果說 禮拜一那集 可能就會是一個 宏觀一點的 大概講講 要真的 每隻 逐隻的細緻分析 或者有些大圖 給大家看的話 應該就會是 之後要幾天才可以做到 因為 未有這麼龐大的招量 即即晚上之後出到來 好啦 那我們就 新年之後 就希望大家不會病 還有期待這個WF的 報道了 拜拜